巨亏50% 虎神巴菲特首次压住印度就栽了 另一笔同位投资也很惨 去年四季度亏损又扩大 何时盈利遥遥无期 印度支付宝Payton股价在创新低 去年11月上市后暴跌61% 2018年投资3亿美元的巴菲特 持仓价值直接腰斩 他投资的另一家巴西金融科技公司 Solanko上市后也跌55% 周五创新低 本周虎神巴菲特青爱的印度最大数字支付公司 被称为印度版支付宝的Payton股公司 One97 Communications 几乎每天都创下去年11月 IPO上市以来的股价新低 这代表巴菲特在印度的首次 也是唯一一次投资正在巨亏50% 2018年9月 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维 通过投资子公司 BH International Holdings 向Payton股公司投资3亿美元 收购2.6%的股份 获1702万股 平均收购价格为每股1279卢比 当时对Payton股公司估值为100亿美元 巴菲特在印度的首次投资 也带动了当地金融科技热潮 2021年11月18日 Payton在印度股市IPO上市时 伯克希尔哈萨维 趁机出售了140万股持股 售价为定在指导区间顶端的IPO发行价 每股2150卢比 等于直接获利1600万美元 即收益68% 尽管Payton在IPO首日暴跌27% 巴菲特剩余持股仍价值3.3亿美元 高于三年前的投资成本 Payton曾创下印度股市去年IPO规模记录 但Payton周五收跌近2% 股价不足834美元 刷新上市以来最低 较IPO发行价暴跌于61% 较上市几天后的52周 新高1955卢比下跌57% 这也代表Payton上市第一天起就处于破发状态 持有Payton五公司8.6%股份的创始人 YG Shaker Shanks 自于公司上市以来 净资产已缩水约15亿美元 也缩水不止50% 媒体还称 贝莱德 软银 阿里巴巴 和加拿大量老金计划投资委员会 都是Payton的股东 这些机构也大多损失惨重 去年11月上市后 Payton股价大跌时 还有知情人士透露 贝莱德和加拿大量老金计划投资委员会 增持了更多股票 但并不清楚具体的增持数量 分析称 Payton股价上市后惨跌 与散户投资者丧失信心不无关系 该公司2010年创立至今尚未盈利 而且短期内都没有盈利迹象 外加俄乌局势令避险情绪高涨 全球科技股因美联储等主要 央行即将收紧政策二杀估值 以及疫情消退 不利于居家经济股等因素 Payton未来困难重重 台报显示截至去年12月底的公司 2022财年第三季度 Payton运营的综合收入 同比增进89% 是145.6亿卢比 但同期综合亏损为77.85亿卢比 较上年同期的亏损53.55亿卢比 扩大了近46% 专家认为 在费用和管理费用增加的情况下 损失势必还会增加 台报发布后 一直畅衰Payton且对其股价 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外隔离 研究第三次下调物标价 从美股900亿卢比 砍掉22%至700亿卢比 并将公司2022至2026财年的亏损预期 提高了39%至101% 该投行认为Payton商业模式 缺乏焦点和方向 实现盈利是巨大挑战 高盛对Payton的观点 整体看涨但较为矛盾 虽然将股票评级 从中性上吊至买入 但上周将物标价 从美股1600亿卢比 削减至1460亿卢比 高盛认为 Payton的收入 具有强劲增长前景 股价大跌后 具备有吸引力的风险回报 该投行将Payton的收入预期 提高了7%至10% 并称2024至2025财年 可能达到调整后 Abitai盈亏平衡 由于资产负债表强劲 公司不太需要再次融资 此外 摩文大通更为看好Payton 1月研报将其评级为增持 设定了美股1850卢比目标价 显著高于高盛和麦格里等其他同行 理由是Payton股价低于 私人同类公司和全球竞争对手 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维 在2018年用6亿美元 接连投资了两家金融科技公司 Payton之外 还有巴西数字支付公司Sulaneco 均由投资经理Tao de Kohns促成 不过2018年10月 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Sulaneco 在2021年2月以后 进入下行通道 巴菲特曾称自己不擅长科技领域投资 并后悔没有投资AlphaBike 亚马逊等科技巨头 投资Payton事项 巴菲特加入的是一场 决定印度零售业未来的战争